另外台东和花莲是国家级体育选手的摇篮 许多杰出的优秀运动好手都是花东子弟 而为了发掘更多优异的体育人才 也提供更多资源来协助训练花东地区的田径选手 中华民国田径协会28号特别在花莲成立了东部办事处 希望能够让花东地区的田径表现更加的发光发热 花莲台东是国际级体育选手的摇篮 尤其是在田径项目当中 许多知名的选手都是花东子弟 为了发掘更多优异的体育人才 也提供更多资源来协助训练花东地区的田径选手 中华民国田径协会28号在花莲成立了东部办事处 田径运动的许多好手都是来自我们的花东 特别是我们历届的奥运以及亚运获奖的选手 杨传广吴阿敏以及郑兴福陈天文 以及我们今年亚运亚运得到银牌的杨俊翰 都是我们花东的子弟兵 他们在国际的田径的场上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可以说是人才积极 今天特别在花莲成立我们东部的办事处 那么就是希望借由我们扮演薄弱的基层教练们 为我们田径协会在这里能够发掘更多的千里马 那么透过我们本会的这样的训练以后 培训以后 那么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国际的田径运动场上 发光发热 东部办事处是由教练林清光来担任主任 未来将成为全国会和地方的交流平台 各县市的代表队都希望到花莲来一地训练 那这方面欠缺一个窗口来联系 所以以后这个办公室大概就要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来服务大家 县府教育处也希望中华民国田径协会 能够协助促成国际交流 还有赞助厂商等资源挹注 让花东地区的教练和选手 有更多机会和世界接轨 也更有足够资金来进行更完整的训练课程 以培育更多优秀的田径选手继续为国争光 谢谢旅会 花联市报道